曹金森的角色是什么 刚才讲只会二十几个检查官 他是分三个组 现在许晗老师 跟大家报告一下 制作人告诉我说 曹金森的电话响了 但是没有人接 我想进一步应该跟国防部 再求证一下 现在显然不是空号 0932 4990 这支电话现在没有人接 来 我们要联系给国防部的发言人 好不好 我们先打电话给罗绍合 我们试试读看看 因为这么大的指控 滥权不起诉 这是残害中两人 两个人一把 从头到尾跟两个阿兵沟 依法行政 结果这两个人下场是最惨的 什么压力让军姐 你敢这么做呢 他那个郭玉龙的部分 是不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他是第一块砖 我讲一个 事后的结论 我也期待会有军检官 年轻的军检官做第二块砖 郭玉龙 他表明要做污点证人 比如嘛 是 那为什么不能转做污点证人呢 我愿意就会不行 没有 证明了 证明了曹金生等军事检察官 在办的时候 根本还没有办 就是设定是清罪 因为污点证人是为了查查犯犯罪用的 污点证人法 就是证人保护法第14条第一项 讲得很清楚 必须本刑三年以上 才能做污点证人 你事后去看 我们的军检官 起诉这些人 一干人等 都一年以下的 都清罪 后来也因为清罪 所以不能压嘛 所以表示是说 曹金生等这些 这些检察官 这个可恶就是说 你们在办的时候 问到郭玉龙的时候 他说他愿意当污点证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当呢 因为你心里已经设定好了 是清罪 我不能让你当污点证人 第二个 为什么要起诉他呢 因为我如果不起诉你 你们这些全部妨碍自由的 混在一起的 所以郭玉龙 他的重要性在于 他清楚交代的长官是谁 那26954两的翻译 就勾算起来了 第二个 郭玉龙是 高山顶紧闭室的 宪兵官 他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录影带黑了 摄影机坏了 但是郭玉龙头壳没有坏掉 郭玉龙的第二个证词是 里面他们那些事官 怎么玩红粽龙球 谁交代的 谁来拜托 我们 玩红粽龙球的 这里两件事情 勾在一起的时候 陆海公军戏 没土属 就是他讲的 就是他讲的 在玩嘛 在玩嘛 其实我要讲 曹金森非常清楚这个事情 因为我要讲 他的专案小组是分三个小组 曹金森在最上面 分第一第二第三 第一小组五四两 第二小组269 第三小组查军医院 三个小组之间不相通的 所有资料会到曹金森这里来 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说 那为什么 那就是不责任啊 对 为什么五四两办不到269 269办不到五四两 不只是个别的问题 而且他分工就是把你切割开了 还有中央厨房 对 所有检察官是办不同组的 小组今天是两个案子 我们前面谈洪中秋案子 从两个县兵官的供词 他的笔录 我觉得所有五四两跟269 上面所有旅部的军官 全部应该收央 这是洪中秋案子 我们发现 军检根本就是起诉 不只是漏网之余 那个动作是非常大 现在是第二个案子 什么叫第二个案子 曹金森你所犯的案子 军检你有没有 前面讲 休息的时候是在干什么吗 是在串贡吗 你本来就应该继续追问说 这个长官是谁 小英全部休息十分钟 三四次 马上秀这个笔录马上秀给官人朋友看 这是不是在串贡 第二个我们前面讲了 除了串贡之外 你是不是在秋后算账 蔡忠明 在马祖 被记大过 没有闻了 小军 记大过 总要约谈一下吧 给你记大过 郭玉龙单独起诉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可是那是依法 他提醒您说 他快要退阅啦 依法也不能关 那为什么他 他到底犯了什么 为什么要记大过 小军 还被调到外岛 等于是新的人 石永元来接他的工作嘛 快嘛 加边过去嘛 对不对 文件就开始一路 一路就 一路就通过了 我刚才漏掉一个事情 漏掉什么 王少宗的部分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刘选阳来这边 刘选阳压力很大 他讲了一件事情 徐姓正在赶 那个送紧闭的公文的时候 很多阿兵哥被骂哭了 赶到哭出来 干脆自己一打 那时候几点了 然后那时候 他说到晚上 到十点多 那时候已经是 那时候已经晚上下班了啦 以职业军人来讲 是下班的 再来哦 那个时候 洪仲秋生在餐厅里面 那两个 两个要送去紧密室 在那边写一些什么 回过书什么东西的 那个时间 衣冠 那个地方也下班了 你注意看 衣冠王少宗签得张 他们没有压时间 可是 何江中的时间 是压十一点 事实上是十一点半 签的 我一直讲说 如果 郭玉龙 推倒第一片墙的话 王少宗你的重要性 很重要 你的安全请你自己注意 我没办法 你是要注意你的安全 因为王少宗 会把 三写成二 会忽略那么多医疗上的证据 是长官交代的嘛 而且 徐姓正六点的时候 在餐厅门口 碰到何江中 还告诉他 你如果今天不搬 洪仲秋 我就关你 所以那个都是 在六点以后发生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 医官你在做什么 医官 比较轻松 比较凉 那医官 要去盖这个栅栅的时候 一整天这样报告 赶到他那边的时候 他还要改这些东西 然后他整个东西 最后会诊 到何江中那里 来得及明天早上 让省危至七点 审核公文 所以王朝中 是谁叫你改数字的 是谁 那个时候把你从 跑外面叫回来 盖章的 是谁把你叫回来 盖章的 来 你看看这个笔录 首先我们看的是 郭一龙的部分 来 郭一龙的部分 我们刚刚修给你看看 这7月15号 这个 关系人郭一龙 他是2699旅 人事科中卫宪兵官 从这个地方提到 是否请求转为 污点证人 我愿意 我们让观众 有看的是在这一段 你看 你先看这一个 这是婷玉说 现在时间 15分 下午的4点27分 休停10分钟 那休停10分钟的 前面这几行 他说 在我尚未完成 本案 这个签证之前 我打电话 当然这是郭一龙 讲 我打电话给 五色两里的承办人 石永元 上校 告诉他 事关陈处 不符规定 而且呢 这个是在 102年 5月22号 就有新班的规定 他回答说 这个人 急红重七秋 快在队伍了 我们长官 要关他 我们长官 要关他 我告诉他 郭一龙 告诉石永元 说 学长 请你 补足程序 后来 就把电话挂了 并且同时说 我在忙 就问了这句话之后 就休息了 怎么没有 继续问呢 我们长官 要关他 好奇怪哦 为什么没有 继续问 那长官是谁呢 你不知道 那可能是谁呢 郭一龙 郭一龙 一定会问说 那石永元 那你的长官 是谁嘛 郭一龙 他知道说 这个长官 有多大 对 所以 检察官 和逻辑 也不要特别聪明 一般正常 检察官就会问说 那郭一龙 你也不问那个长官是谁 或是下巴是问石永元的时候 那你这个长官是谁 正常那些人都会问对不对 对 小兴 现在就没有了 他不只问 就休息嘛 检察官在办案 叫长官是谁 假如没有特定 这个指称的名字 一定会问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一定会追问那一句 一定会追问 他就点不问 没有说什么 长官是谁就算了 好 来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 这个是在7月14号 这个证人叫做蔡忠明 那蔡忠明就是五四两旅 西部影的中卫排长 那我们看他的部分 他的部分呢 也很关键 他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 洪仲秋 6月23号 携带照相功能手机 跟MP3入营的事情 好知道啊 旅部连长 徐县正绩犯总所线 在6月25号中午 用餐的时候 在餐厅当面告诉我 洪仲秋因为携带照相 照相功能的手机入营区 连上已经决定 送他禁闭 徐县正呢 还什么 还问我 洪元胜两周退伍 是否可以关键禁闭 我告诉他 仅胜两周 来 这个很关键 所以导播一定要check 徐县正问他 说 我告诉他 仅胜两周 按以往 送禁闭是流程 新卫中心访谈 体检训练 或者是这个成效卡 人评会 视频会 禁闭三连单 等等资料 还要看体检报告 访谈记录 跟考量 禁闭是个容量 各单位送案 等等的因素 这个他说什么 应该送不进出去 并且建议 你看到 也建议 徐县正 是否可以考虑 改议其他 陈处的方式 更关键在这一段 有没有他人告诉你 尽速审查 洪仲秋 送鬼过的案子 知否 原因是什么 我将洪仲秋 送鬼过的案子 退回 你们看到 这个人叫做 蔡忠明 我把他退回 退回履布链 不到半三小时呢 来 又是徐姓正 徐姓正 拿我退件的资料 到人事科办公室找我 徐远告诉我 洪仲秋 要送鬼过 这是连联系上 开会的结果 我告诉徐远 洪仲秋 真的不适合观察 而且资料上 有上开 所述的缺漏 我 致爱爱男行 去办理 后来呢 徐姓正在办公室 用他自己的手机 打电话 我不知道他 打给谁 因为 他的音量太小了 我没有听到 他讲电话的声音 你能不能看到 整个过程 他 好几度过 来 我请教室 黄定文律师 你们今天控告了一个 一个 军检的部分 让他全部起诉 残害中凉 我们看起来 这里两个人 从头到尾 只有两个人的 依法行政 可是军检 真的啊 一个是调离 到外岛去 一个是 既大国调职 一个是被起诉 看起来 这真的就是 军检所谓的 残害中凉 所以呢 陶检检 能够办得下去吗 黄定文律师 我想刑法的规定很清楚 就是刑法125条有关于 滥权起诉跟不起诉的 这个规定 那我们从这个笔录里面 看得很清楚 就是郭玉龙 他宪兵官 他在里面依法行政 他也对于长官的 这样的一个命令 他表示的不同意见 他说 爱难办理 那在我们公务员 服务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 就是说 如果署官对于 长官的这一个公文 你认为违法 那你一定要表示意见 那长官必须用 书面的方式 来告诉你 所以那个 罗发言人 有在线上吗 这 罗 弟兄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是国防部的发言人 罗绍合吗 罗绍合先生 您在线上吗 是 是不好意思 我是廖小军 是 你听得到我声音吗 是 是罗绍合先生 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有一个 比较大的疑问 因为 没有事先跟你沟通 但是因为我们 一直找不到曹金生 你看到今天 因为有一个 很严重的指控 就是军检 滥权不起诉 跟残害中粮的部分 那 那目前 看起来 军检是怎么样 承受很多的压力吗 怎么会对 红仲秋秋这个案子 不惜 许许多多的 像未知到文书啦 包括很多资料 视而不见 那 曹金生 这个发言人 是不是应该 出来讲清楚呢 罗绍发言人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对这些 依法来办理 是 既然就是今天 立法委员 他们也有关切这个问题 那 桃园地检署 他们也可以 依据就是 就是立法委员 他们所提出来的 检举的事项 或者是民众所提出的 检举事项 我想桃园地检署 他们都可以 立案来侦办 但是我也必须要帮 就是说 为这个军警检 他们讲几句话 刚初他们在 贝办红仲秋秋 pardon 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 不管是军高检 高检 或者是 北检 他们其实 所有的军法同仁 他们都是 全心全力地 投入 贝办文案 那当然 就是说 法律进送的 问题 侦办的事项 本来就是很多的时候 见语会有不同的见解 那我觉得 是不是还是回归司法 让司法让这个地点 陶姐姐他们来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